他們要我去制止賴鄉陵上街頭 是指賴鄉陵上街頭 要你制止他去上街頭 我還是相信說 因為我們每個人每個人的嚮往 所以我說一開始 他們要我去制止賴鄉陵上街頭 是指賴鄉陵上街頭 要你制止他去上街頭 是中央嗎 是民進黨 你還不錯 你剛剛說有人讓你制止他上街頭 是誰啊市長 是誰啊市長 來我們再一題 制止你的人後來怎麼回他 不回就好了 是誰透過管道 抗議是一回事 你要不要聲援這次反對勞基法修法 其實勞基法 我一開始的態度就說 我還是相信民主制度 我認為最後到立法院 他們還是會討論出一個大家都接受的法案 但是對我來講 對台北市長來講 我對勞基法最受不了就是說 從去年修法到現在一年沒有上 已經一年了 這個法是沒有執行的 如果定一個法律一年不執行 那定這個法律幹什麼 你有沒有覺得這次的修法 真的是偏向資方太多 所以在立法院還是要 還是要在處理 這個還沒定案 他只是一個草案送到大會去 出委員會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 我們還是對台灣的民主制度 還是要有信心 如果他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我們希望他可以改 但並不是去推翻民主制度 昨天晚上結束行程之後 是不是去看了這些反抗議 這個武士的民眾 因為他們堵住交通了 這個陳抗是國民的權利 但是還是要違法行政 而且有時候要不客氣的講 有能力把群眾帶出來 就有能力把群眾帶回去 這個不能解散以後 然後開始在台北市街頭遊串 這樣不行 你剛昨天的執法好像一滿 有女性連上衣都被脫掉 有嗎?我不曉得 就是這樣嘛 一定會有各種聲音 所以正反各方面 大家拿出來檢討 我倒是覺得是這樣 把問題全部攤出來檢討 這是一個 讓他法制化、制度化、合理化 這才是我們的目標 可是中央律師也太Over了吧 所以是這樣嘛 這是一個說法 大家把所有問題全部攤出來看 市長 昨天第一時間有沒有下任何的命令 還是現場都成家才能好 我當到9點多 局長也問我說這個賭住交通怎麼辦 我說賭住交通還是要排除 這不行 其他的我們可以說 這個就職法重寬 可是賭住幹線交通這不行 那有跟市長討論到這個 這個是威權國家 蛤 因為你們抓的律師 沒有被集中為威權 不是啊 不過還是那一句話 有各種聲音嘛 他也有抱怨或有什麼 但是對台北市長來講 你知道齁 我要做的就是說 確保這個陳抗是和平的 所以剛才那一句話 我在一再聲明 陳抗是國民的權利 這我們都尊重 但是你貪亂幹線交通 這個不行 那中央有沒有接受 這個是這樣 這個我想是這樣 過去常常這個 有權責不分的問題 我也覺得趁這個機會 你知道齁 大家全部坐下來談一談 這種陳抗道理 大家要怎麼分攤責任